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白鹤,感谢您的关注 今天要分享的文章是 人民日报推荐九种方法找到人生幸福的方向 一起来听 人生路上,前进的方向至关重要 只要方向正确,不管道路如何崎岖 一定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 人民日报推荐的这九种方法 帮助我们找到人生幸福的方向 一,坚持读书 杨将先生说过 你迷茫的原因在读书太少而想不太多 脚步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带我们去 眼睛看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描述给我们 不读书只能见识到自己身边的见闻 视野和格局自然受到限制 那些留恋小溪小河的人往往没有见过大海 书籍可以扩宽我们生命的宽度 带我们走出困惑找到答案 二,减少选择 不管鞋柜里有多少双鞋子 每天出门常穿的就那两三双 不管美食有多少种 能经常出现在餐桌上的就那五六种 不管微信有多少好友 常联系能谈心的就那三五个 无限制的占优不是因为喜爱 而是因为不了解自己 面临的选择太多 容易分不清熟清熟重 如果成长是给精神做家法 那么成熟就是给物欲做减法 三,直面问题 著名心理医生斯科特派克说过 直面问题 我们的心智就会逐渐成熟 逃避问题 心灵就会永远停滞不前 优秀的人解决问题 平庸的人逃避问题 逃避可能会让人暂时免受难题 带来的苦恼 但也会陷入自我欺骗 削弱解决问题的能力 直面问题可以磨练人的心性 让我们更加成熟 遇到问题时 正面迎接做生活的勇士 四,做具体事 普斯托耶夫斯基在《卡纳马佐夫兄弟》一书中写道 爱具体的人 不要爱抽象的人 其实人生也是如此 空泛的安慰鼓励 并不会有什么实质作用 与其空寒 加油,努力 一定会胜利 不如静下心来 将努力具体化 每天练习英语 每周掌握一项新技能 每月做一次复盘 阿基米德说过 给我一个支点 我就能翘起地球 找到自己的逐利点 你可以翘起自己的人生 五,听从内心 爱因斯坦说过 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能力 应当放在首位 懂得独立思考 能够独立判断的人 不一定最出众 但一定最有魅力 因为一位盲从他人 会逐渐上失思考能力 在别人灌输的观念中 稀里糊涂地活着 幸福不是活成谁的样子 而是能够听从内心 去过自己的生活 听从内心 不人云亦云 才能真正拥抱生活 六,开始运动 人民日报有一句话 以强健体魄为马 方能行万里 不知疲倦 运动是一种力量 它让我们拥有健康的身体 有底气去闯生活的难关 强健的体魄 强健的体魄是人自的支撑 身体健康 才能面对人生的一切波澜 威廉·西尔斯医生说过 保持运动好处多多 特别是心情的愉悦感 超乎想象 运动是一种治愈 是改变心情 最健康有效的方式 汗水可以减轻 我们的负面情绪 让身处低谷的我们 不再痛苦徘徊 7.记录心情 作家刘彤说过 有两种阶段 你必须度过 难过的事情 找不到人倾诉 开心的事情 找不到人分享 成长是孤独的 是人生必须经历的过程 把心中的郁节记录下来 学习自己去承受 自己去化解 而不是做一个 唠叨的抱怨者 一个成熟的人 懂得管理自己的情绪 喜怒不形于色 在心底化解自己的快乐与悲伤 8.转换思路 猎豹移动CEO傅胜说过 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大 与其说是智商的差异 不如说是思维的差异 有时候 限制我们的 不是命运不公 不是外界环境和原生家庭 而是固有思维 人是惰性动物 总是容易陷入自己的思维陷阱 而不自知 遇到瓶颈时 换个角度看世界 换个方向看问题 就会豁然开朗 9.把握机会 老说流星蝴蝶剑有两句话令人印象深刻 问题并不在于有几成机会 而在于你能把握机会 若是真的能完全把握机会 一成机会也已足够 机会总是在不经意间出现 甚至转瞬即逝 而把握机会是一种能力 不懂得把握机会 往往是因为担忧 犹豫 想太多 而懂得把握机会的人 在历境中也能扭转乾坤 人生处处是机会 重要的不是面临多少个机会 而是能否抓住一个机会